每一個人都在有各種 就是得到柯文哲的旨意的 這個這個 無一百種可能 二十四個柯文哲 所以這個我想 許甫 陳志良 他們現在做這些事情 就是為了要互主 為了要取得小草的眼球 那這邊我覺得 先要跟一個人呼籲一下 就是我們這些想要搶主席的人 包括我剛剛講的那些人 裡面我們這個正義的長城 什麼北極心什麼 皇宮國昌先生 You are out You are fired 你已經出局了 沒有你的機會 You are fired 怎麼了 就是黃國昌 你如果民眾黨的主席 是黨員一人一票投出來 你才有機會 現在透過黨代表 透過中央委員 你零 毫無機會 黃國昌百分之百選不上 在這邊預言 對 因為黃國昌 他沒有黨代表 他沒有中央委員 他沒有這些人 他帶來的人 很多可能他的黨零 都還不足以去選黨代表 他帶來的時代力 一樣以前的一些所謂倉派的那些人 黨齡有沒有一年 我都懷疑 所以說過去那些已經經營很久的 這些黨代表 這些中央委員在手上 在黃珊珊手上 黃珊珊自己不能摳 許甫 陳志然會幫他摳 還有另外一批在誰手上 在蔡壁如手上 所以這些人就是真的有黨員票 真的有黨代表幫他去做組織的人 你黃國昌空氣票 你如果黨員直選 大家可能小草喜歡你 黨代表沒有人在看喜不喜歡的 大家都是有一個系統 有一個組織 就是靠實力 所以黃國昌 You are fired 黃國昌的立場是說 我如果可以當黨主席 說難聽一點 一億五千萬加上三千多萬 加上之前的捷運款六億多 六千多萬 再加我十二月三十一號過後 又有一億五千萬 他要的是這個 第二個 我部分區的立法委員我可以幹四年 第三個 我今天我去幫謝國良站台 謝國良公然的打臉說 兩百萬就是有給 喜柯文哲我發覺 說我拜託 這就是黃國昌跟謝國良 疑似兩個講好了 我幫你站台沒有罷免成功 你幫我修理柯文哲 不要讓他出來 誰最不想讓柯文哲出來 不就是黃國昌嗎 許甫你今天這樣子講 你應該去罵黃國昌吧 你想打黃國昌 又不敢公然的打他 是誰接在出賣柯文哲的 不就是謝國良 所以現在民眾黨裡面這兩派 我只能說 先拚先拚死到幾天 到底有沒有黨員可不可以投票權利 要看黃國昌帶進來的那一兩萬個人有沒有 這是取決於最後面 選上我請你吃飯 原來政治可以玩到這麼深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這個過程裡面 曾經有一位民眾黨的前秘書長 就覺得說柯文哲 如果要這樣的話 我們是不是用一個方式讓阿伯比較早出來 所以他提供的意見叫做認罪協商 哇 不得了了 就是說中平會要約談謝利公 來做一個說明 你可不可以預知一下謝利公的下場 他說其實謝利公本人也問過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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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同台他就私下問我說 Chris 欸你覺得大概會是什麼狀況 嗯 我說啊 我說謝利公 你的趴數沒有到我這種程度啦 你有敢講那種像是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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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調 假老二民調不是嗎 假老二 就是像是假老二這樣子的 你為什麼突然講不出來了 你為什麼突然講不出來了 你這是普遍級嗎 不是因為3DNCCD的特別情 我都被警告不能講 好 後面接民調可以好不好 還讓人家誤會是別的東西 對 然後呢我就有跟他講 首先那你一定會被這個中平會叫去問嘛 那中平會就跟你講說啊 剛開始他你就要先停權 停權之後他就要找你問 他告訴你說你要怎麼改進 這樣子這個比較能接受 那當然啦 第一個一定會有人檢舉你嘛 然後他會給你一個檢舉函 所以謝利公是被檢舉的 但是有趣的是 檢舉函有很可能 都是黨莊自己做的 因為他就是要弄 陳志涵檢舉的 自導自演 一條龍就對了 因為他們做得非常的爛 如果小草要做 我跟你講小草如果要檢舉 我一定做得蠻精美的嘛 我發揮了這麼多 結果他們做得非常的爛 好 第二個還有什麼 那個他們會看一下檢舉書 然後跟你說 你覺得這樣對嗎 這樣不對嗎 然後我都有回應 明明你看 我說有跟財團吃飯 對啊 就是邱沛林約的 其實我那個時候就寫了 對不對 然後柯文哲民調的問題 什麼我都有講 好 然後中平會說 好 我感覺你都是講實話 可是你可不可以幫主席 多說一點話 不然他就是我們這樣真的很難做人 我就說我試試看 如果他表現得好 我盡量說好話 如果他沒有表現得好 我不知道怎麼辦 好他說那你們 你就看著辦吧 那我們這個下個月再看怎麼樣 好 就不久啊 因為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我跟裡面的 我不能講 反正總之啊 裡面就是他有負責這個案子的人啊 有一天我被開除黨籍的那一天 你知道是什麼消息先出 文宣布啊 新聞那邊啊 先發新聞稿 先發新聞稿 所有記者都收到了 然後我那時候在錄節目 連那個旁邊的那個評論員就說 Groos你被刊除了 我一點開 蛤 我被刊除了 我跟你講 然後我馬上問中平會的人 中平會說 我都還沒有寫好那個審理的結論 那他們發這個什麼意思 就被宣了 對 就是被關宣 好不好 我跟你講我跟李正浩不一樣 好 那結果呢 結果什麼你知道嗎 李正浩被關宣 他是被媒體報導 好 重點來了 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 他們沒有規矩啊 大家如果你也記得 486跟我同意的時間 被開除黨籍 他是連中平會的審查的會議 都沒有安排 所以我要告訴謝麗公 你要被開除想的沒 那趴數沒有到 對不對 因為陳志涵真的不想要對你怎麼樣 因為你還不是他的最大號的敵人 再加上第二個 黨主席不在 我告訴你 藝人在腦鬥廳黨主席 我跟大家講個料 當初黃珊珊不是說 被停權嗎 其實那一天他是要被開除黨籍的 那是因為柯文哲找人 每一個中平會的委員 都跟他們當面溝通說 柯文哲目前不想要開除他 所以當面溝通之後 才沒有開除黃珊珊好不好 對不對 所以黃珊珊 我跟你講民眾黨要搞清楚 柯文哲的意志 就是整個黨的意志 不要假裝很中立好不好 所以謝麗公 現在柯文哲沒有辦法 對不對 去跟中平會說要開除他 沒有人敢開除你 真的 可是因為謝麗公 他自己也不想被開除 今天記者要找他問這一題 就是沒有像Grace這樣 我就是繼續我的大名大放 沒有他就 因為他企圖想要選 選黨主席 選黨主席 或許他想選黨主席 疑似 所以他現在被開除 那倒太可惜了 那競爭得好激烈喔 對對對 所以現在非常暗潮凶 而且我跟你講 這11月4號 下禮拜開始就會登記黨代表 對等等 那這樣子來看的話 為什麼最近陳志涵夫妻 這麼那樣的活躍 是也有這方面的意涵嗎 是在跟誰宣誓效忠嗎 我覺得後柯文哲時代 這個每年1.5億的這個錢 就人人都都在寄予 這個民眾黨的大航海時代開始 凡是有一艘船人就出海 大米寶 黃國昌要出海 黃珊珊 他不能出海 但是他找陳志涵跟許武幫他出海 謝麗公也是一個力量 蔡壁魯也是一個力量 這個1.5億元 每個人都要拿 所以他們每個人現在都要做什麼 就是他們要取得柯文哲的代表權 取得柯文哲的意志 來摳住他的黨代表 摳住他可能的中央委員 所以現在叫做什麼 第一屆民眾黨假傳聖子大賽 所以我們看到黃國昌 每次出來就說 主席跟我說什麼 主席又講了什麼 主席哪一天託夢給他 我們都不意外 徐浩雲已經講了 徐浩雲已經託夢了 徐浩雲是說他夢到柯主席 他沒有說是主席來找他 沒有 陳志涵說每天晚上11點 都等著主席傳簡訊給他 嚇人了 是厲害 是佛地魔分靈體是不是 就是每一個人都在有各種 就是得到柯文哲的旨意的 這個無100種可能 24個柯文哲 所以這個我想 徐浩 陳志涵他們現在做這些事情 就是為了要互主 為了要取得小草的眼球 那這邊我覺得先要跟一個人呼籲一下 就是我們這些想要搶主席的人 包括我剛剛講那些人 裡面我們這個正義的長城 什麼北極心什麼 黃宮國昌先生 You are out You are fire 你已經出局了 沒有你的機會 You are fire 你開火了 You are fire 怎麼了 就是黃國昌 你如果民眾黨的主席 是黨員藝人一票投出來 你還有機會 現在透過黨代表 透過中央委員 你零 毫無機會 黃國昌百分之百選不上 在這邊預言 對 因為黃國昌他沒有黨代表 他沒有中央委員 他沒有這些人 他帶來的人 很多可能他的黨齡 都還不足以去選黨代表 他帶來的時代力量 以前的一些所謂昌派的人 那些人黨齡有沒有一年 我都懷疑 所以說 過去那些已經經營很久的 這些黨代表 這些中央委員在手上 在黃珊珊手上 黃珊珊自己不能call 徐浩 陳志涵會幫他call 還有另外一批在誰手上 在蔡壁如手上 所以這些人就是真的有黨員票 真的有黨代表幫他去做組織的人 你黃國昌空氣票 你如果黨員直選 大家可能小草喜歡你 黨代表 沒有人在看喜不喜歡的 大家都是有一個系統 有一個組織 實力啦 就是靠實力啦 所以黃國昌 you are fired 那剛剛Grace你這樣 我是要補充一下 我要跟黃國昌先生說 就是他雖然說這個橘子的這個K人的形勢力 每個人都有 但是我必須要提醒一下民眾黨完蛋了 原因是因為如果一個人的這個帳號密碼被突破的話 他的雲端上絕對有很多的事情 比如說這個YouTube影片你平常都喜歡看什麼 我覺得在這個橘子可能不重要 可是搞不好他的地圖跟他的行程 全部早就已經被追溯 而且全部都被看出來 還有更恐怖的是他的筆記本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民眾黨雖然是想要說 橘子那個雲端那個形勢一點都不知道 但我要提醒你們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橘子的行蹤你有什麼新線索嗎 你的朋友有繼續這個有follow到橘子在日本的行程嗎 橘子現在看起來好像就是刻意躲起來 那真的說真的他應該是攝錄得非常重 那第二個我先回覆剛才那個謝立功的事 是 謝立功我直接了當講 葛瑞斯咖啡公你就不是個咖 人家好歹486雖然連中央委員都沒開過 葛瑞斯還是發新聞稿全國眾所皆知 他把聲音比較好看 他的位階已經跟黨主席被開除一樣意思了 葛瑞斯請我吃飯 好可以 黃國昌的立場是說 我如果可以當黨主席 說難聽一點 一億五千萬加上三千多萬加上之前的捷運款 六億多六千多萬 再加我十二月三十一號過後 又有一億五千萬 他要的是這個 第二個我不分區的立法委員我可以幹四年 第三個 我今天我去幫謝國良站台 謝國良公然的打臉說 兩百萬就是有給 喜柯文哲我發覺 說我拜託 這就是黃國昌跟謝國良儀式兩個講好了 我幫你站台沒有罷免成功 你幫我修理柯文哲不要讓他出來 誰最不想讓柯文哲出來 黃國昌 不就是黃國昌嗎 許甫你今天這樣子講 你應該去罵黃國昌吧 你想打黃國昌又不敢公然的打他 是誰接在出賣柯文哲的 不就是謝國良 所以現在民眾黨裡面這兩派 我只能說 先拚先拚死到幾天 到底有沒有黨員可不可以投票權利 要看黃國昌帶進來的那一兩萬個人有沒有 這是取決於最後面 選上我請你吃飯 原來政治可以玩到這麼深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